歌詞将音乐换死 听歌的时候 很多是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 池中物 池中有物 词人提及万篇分手 无数的多 怎会开始解释这段情 写一首关于你的事 忽然乱语 心思教细 仍未大出合意志 欢迎大家收听池中物的第八集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宝 刚刚听过的一段清唱 如果大家熟悉八十年代的歌曲 又或者跟我一样一年多的 应该很清楚唱歌的就是 谭校长谭泳伦了 上两个礼拜分别讲过 林直和张国荣的火花 黄伟文和陈奕迅的合拍 今个礼拜让我们回到八十年代 香港乐坛最辉煌的年代 去审视一下 当时有什么最佳拍档 其实讲到谭泳伦 由八十年代开始挖起 究竟他当年是凭什么歌红的呢? 其实当年他最红的作品 有大部分都是同一个人填词的 而这个人可以说比周星池更加无厘头 到今时今日仍然是一个很鬼骂的才子 他就是林敏聪 之前在第二集都已经提过 林敏聪在八十年代 是一个填词街中的乔楚 他和当年的谭命伦张国荣 梅艳芳、陈八强、林子祥等天王巨星 都有很多合作 到九十年代他就开始减刃 有帮四大天王填歌词 但之后也不是写了很多 他曾经很串地说过 他用了五年的时间 就写了别人一世的歌词 那五年真是由八一年开始计起 正正就是他入行之后的五年了 在八一年 他和他姐姐林敏仪 为泰迪罗宾 创作了一首歌叫做《者是爱》 立足了《慈坛》 但真正被他阳明纳万的 的确是谭命伦 其实他们两个 真的可以说是互相捧红了大家 在八一年的时候 林敏聪帮谭命伦 改编了五轮真弓的一首歌 叫做《亡不了你》 就将谭命伦开始捧红了 这首歌曾经连续三十四个星期 红聚了电台排行榜的No.1 三十四个星期 你想想是超过半年 这首《亡不了你》 是林敏聪和谭命伦的第一个火花 亦是他用了最长时间写歌词的歌 当年的原曲是《五轮真弓》 即是一首日本歌叫《戀人》 那时写是很hit的一首歌 他很想写好它 但最后一句歌词 就怎样都写不出 结果有一天他就搭小轮过海 忽然觉得想跳下海就死了 于是他就写了 只要我一息上传 也忘不了你 只要我一息上传 也忘不了你 即是当时他是想 如果跳海死不去的话 就忘不了你 他本来写完这首歌之后 就已经觉得是无憾 怎知道 后来的《爱的根源》 《爱在深秋》 就屡创高峰 尤其《爱在深秋》为谭命伦拿了很多奖项 也将他推上去香港的一线歌手 甚至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王者地位 阿寶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是一个很珍贵的《亡不了你家》 《无知恋》的版本 是由徐小冯和阿伦一起合唱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谁令我心中痴痴的罪 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沙滴的眼泪 让我定每天也是全天 怀将满腔月城藏在我心里 如何喜欢你 如何结识你 我此时一一的监望 唯独情深一天 谁与我众生意乱 谁给我真心不变 只要我一息相传 也忘不了你 阿伦啊 我发觉我们真的好像很合格 直接合到鼻 因为我发觉很多歌 我和你大家都是这么喜欢的 不单止是这样 我们同样都唱很多五轮真弓的作品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因为 喜欢他的歌的沧桑感 你认为一段感情 怎样才算是意境沧凉 当然莫过于片地熊叶的深秋里面 在里回忆一段滞去的感情 那真的是沧桑 如果 如果 明里早注定分手 无需 为我假意玩偶 如果 如果 情是永恶不留 你也认为一样 我只会分手 尽快 以后 让我已在心抽 回忆 逝去的爱在心头 回忆 在记忆中的我 金天沉泪流 请抬头 抹去旧事 不必有我 不必有你 爱是可发奔可生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有日 让你已在心抽 回忆 逝去的我在心头 回忆 在这一刻的你 一尘泪流 爱在心抽的歌名 看上去很温馨 很甜蜜 就算被校长演绎得如痴如醉 但歌词的内容是说分手 爱是可发不可收 就算是分开 在唱的人心里 你是可爱到永远 有淡淡的哀愁 但没有重重的悲伤 当中的意境 其实是拿捏得挺好的 可以让大家深思去细微 在心抽的时分 听起来更浪漫 也可以说 聊动每一个失恋的人 那一刻的心情 以后 让我已在心抽 回忆 逝去的爱在心头 回忆 在记忆中的我 今天曾泪流 请台湾流 没去救世 不便有我 不便有你 爱是可发不可收 爱是可发不可收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捨不得你走 有天 有人 让你冷静 元阴不知道 有天 让你已在心抽 回忆 跌去的我在心頭 回忆 跌去的我在心头 回忆 再这一刻的你 也曾泪流 回忆在这一刻的你 也曾泪流 听歌的时候 很多是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 慈忠物 慈忠有物 为你写的歌 教文者不心算即行即光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的多 欢迎大家回到来 慈忠物第八集的第二节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宝 今集就是讲80年代 林敏聪的歌词 怎样可以令到谭永伦 变成了天皇巨星 而同时间 谭永伦的歌 也令到林敏聪 变成一个很有地位的填词人 谭永伦和林敏聪 都算挺熟悉的 但是呢 你说和之前讲的林直和张国荣 王伟文和陈奕迅 那些这么深入的关系 他们就应该没有 在80年代根据林敏聪所说 填词的人基本上填什么呢 歌手就会唱什么了 一个字都不会改的 与后期歌手参与了不少的创作部分 都有很大的不同 林敏聪本来是想借谭永伦的歌 来诉说自己的爱情故事 但是就创造了乐坛的辉煌成绩 他说过 没有谭永伦 他的歌其实真的不算得什么 所以在他录自己一个个人作品集的时候 林敏聪特别要求 其中一张的碟 是要完全是阿伦的歌 作为对他的敬意 除了帮谭永伦上位那一大堆歌 比如《无知恋》 《爱在心秋》 《爱的根源》 《幻影》 《亡不了你》等等之外 也有很多好好的歌 比如说 《程氏永远着迷》 是他姐姐林敏仪所写的 亦都我自己好喜欢的一首《最爱的你》 后来郑忠基也有翻唱过 而有一首歌 是林敏聪自己作曲 和作词给谭永伦唱的 首歌叫《永不想你》 林敏聪出唱片的时候 自己都翻唱过一次 唱功当然讲不上好好 但也别有一番味道 是一次风无飞 是中的标品上 留着无忍 仍愿意去说 仍依依想念你 仍怀念着当我 还够你一起 时日再发挥飞飞飞飞 曾药心中火烟 垂着冷淡 等我觉察到 如今的你是经意 从在我心中火烟 永不想你 曾说不爱你 但前世之今最美旁 在我心中火烟 仍是会想起 永不想你 曾说不在爱 但留在我的心里面 仍是当天的你 在亡不了你之后 爱在心秋之前 同样都是1984年 不过是年头的时候 谭命伦出了只碟 叫做《无知恋》 当时这只碟 差不多每首歌都红 而当时的谭命伦 也都拍了部戏叫做《阴阳错》 当中的主题曲 《幻影》 是由家姐林敏儿作曲 弟弟林敏充负责填词 阿宝在乘机唱两句歌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前面清唱那一段 《幻影》其实是有两个版本 比较受欢迎的版本 就是刚刚讲的清唱版本 收录在《无知恋》里面 其实说清唱 只是前奏那段没有音乐 只是风铃声 营造出一个非常凄美的效果 加上谭命伦很动人的演绎 完美地刻画了《阴阳错》 这个很凄美的故事的形象 林敏充所写的歌词表现得非常之细腻 表达出爱情而患而真 难以触摸的感觉 紧紧地扣着这套《阴阳错》的女主角 是一个女鬼的主题 在1999年 谭命传曾经与张国荣 两位80年代的天王巨星 一起合唱《幻影家慕之恋》的一个新版本 不计录一些大合唱 以及一些现场的合唱 这首可以说是唯一一次 谭命伦和张国荣一齐合作 在录音室录一首歌 可以说是非常之难得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谭命传曾经与张国荣一齐合作 我抱擁著你 《慕之暖》的原曲來自日本 由林敏聰填上粵語歌詞 旋律是相當漂亮的 而且很容易上口 是香港樂壇早期的一首很文藝的情歌 經過譚校長演繹後 在華語歌壇發揚光大 《閃聲聲》 或誰或意 閃離不停 只要悄悄高速這世界 現實實在是幻象 你要看 始終看不清 你會說 你愛我 永遠永遠愛我 拉拉拉拉 默默落雀 永不改變 拉拉拉拉 只怕我要說再見 我怕終於一天 再也不 不會再想你 如霧氣 暗暗蓋眼身邊你 將無慮 將無慮 面前幻化不定 無法記起 以往啊 你真闖盡我心裡 還是愛著你 曾說愛著你 你永在我身 每次我望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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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眼光中 也都大淚 每次我望著你 每次我望著你 你那眼光中 也都大淚 每次我望著你 每次我望著你 你那眼光中 也都大淚 每次我望著你 每次我望著你 你那眼光中 你那眼光中 也都大淚 有我 如霧氣 暗暗蓋眼身邊的你 是不是很有意境呢 阿寶今次的慈忠物 就講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